近日商务部公告将就台湾地区对大陆贸易限制措施进行贸易壁垒调查 岛内担忧 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可能会因此受到影响 批评民进党当局只知道制造两岸对立 无法维系两岸正常的经贸往来 大陆对台湾启动贸易壁垒调查 台湾担忧是否会影响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台湾陆委会负责人邱泰森19号在台立法机构接受质询时称 台湾经济部门在2020年5月就已经提出应对办法 包括协助分散生产基地 全球布局 升级转型 健全岛内投资环境 参与区域经济整合等 台湾联合报报道称 邱泰森所谓的应对办法与台湾经济部门2020年新闻稿完全相同 总共6点不到400字 两岸关系出现变化 邱泰森却用三年前的方案应对 无法令人信服 台媒报道称 根据台当局相关部门的数据 2022年台湾地区对大陆的贸易顺差高达104亿美元 大陆是台湾地区贸易顺差主要来源地 如果两岸经贸受到影响 对以外贸经济为主的台湾来说将造成实质影响 台湾三三会理事长林伯峰接受采访时表示 台湾应该表达善意 争取台商在大陆继续享受现在优惠 特别是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要继续存在 台湾企业界会担心该协议提前截止 希望台当局能够与大陆有对接协商的制度 国民党前台北县长周希伟表示 大陆过去仗利台湾很多 前提是两岸都是一家人 若能维持一家人的关系 相信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也会继续维持下去 台湾联合报发表评论文章认为 面对两岸经贸问题 民进党当局拿出三年前的新闻稿应付 无法真正保障台商利益 所谓的六项应对措施也经不起推敲 蔡英文上台执政以来就推动所谓的新南向政策 妄图和大陆搞经济脱钩 但是七年多下来 新南向政策毫无成果 反而是台湾对大陆的依赖日益加深 台湾缺水 缺电 缺工的难题日益加重 台湾企业竞争力下降 民进党当局不解决这些实际问题 只会用嘴皮子治理 再次证明了执政无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